大家好,我是大领子 今天咱们来继续讲解实验室信号那些事 上一讲咱们讲到了信号发生器的定义 分类以及基本波形 符合波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的参数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如何选择一款信号发生器 我们假如说在市面上看到一款 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 简称AFG 其型号是RS Pro的RSDG800 在这个说明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DDS技术 单通道输出 125兆采养率 14位垂直分辨率 5种标准输出波形 内置46种任意波形 全套调制功能 谁付强大的任意编辑软件 提取远程控制 等等 该如何去理解 这些主要的指标参数呢 咱们一一做想解 首先来看一下AFG的原理框图 DDS技术是目前非常成熟的一个数字 直接合成技术 DDS是基于采样原理 既使用较少的相位增量来采样波形信号 同时呢 计算出相对应的波形辅值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位辅值对应表 将其存储在存储器里 再通过DAC转换 就可以得到我们期待的波形了 那相对应的有一些指标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存储深度 它决定着可以存储的最大样点数量 每个波形样点占用一个存储器的H 采样率 它影响着主要输出信号的频率和保证度 输出频率等于时钟频率除以存储深度 乘以波形周期数 带宽 信号发生起输出电路的模拟带宽 必须足以处理其采样率将支持的最大频率 从而可以保证信号细节 水平分辨率 它表示创接波形时可以使用的最小的相位增量 或者说最小的时钟增量 垂直分辨率 第1C的垂直分辨率决定着复线波形的幅度精度和时针 当然垂直分辨率越高 那我们得到幅度的精度也就会越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些辅助功能或者叫增强功能 那比如说任意波形编辑 任意波形编辑功能会使我们更能符合模拟实际的场景需要 标准波形是有可能会有机变 会有噪声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任意波形编辑功能来进行处理 双脉冲测试是一种测量开关参数 评估供应器件动态特点的方法 它要求任意波形发生器提供两个不同脉宽的脉冲信号 多设备同步 大部分的波形编号发生器只有一通路或者两通路 如果我们需要实现多一辆路的同步输出的时候呢 就需要使用多台设备同时工作 多设备同步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总而言之呢 我们该如何去选择一款信号发生器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主要的参数 输出通道 采样率 带宽 随直分辨率 纯统深度 另外就是看它的基本功能 比如说它支持的基本波形的类型 输出频率的范围 输出辅持的范围 是否支持调试 扫屏 突发等等这些功能 最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扩展功能 多台同步 双脉冲 训练门控触发模式 任意波形编辑 PC 连接控制等等 对 那了解了这些功能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自己期待的那一款信号发生器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贴士 就是AFG和AWG的区别 AFG呢 咱们称之为任意波函数发生器 AWG呢 是任意波形发生器 可以看到最显著的区别就是AFG的取样时钟速率是固定的 而AWG呢 是可变的 因而它们的应用场景是有所不同的 AFG呢 更适合处理干净规则的波形 或者从一个频率到另一个频率快速切换的波形 以及在多条通道中必须同时提供不同频率波形的时候 而AWG呢 则会应对最复杂的信号 如PRBSU 调制的RF信号 它能够可靠的生成奇变 受控抖动和噪声 相信您听了前面的介绍 已经知道该如何去选择一款信号发生器了吧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再见 下一讲 我们先来看看实际的操作演示 看看实际的节奏 再放入一类一类的